你好 欢迎收看4月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04-03地震过后第四天 灾后请协建物的拆除作业还有搜救行动依然持续进行 现场徐正伟协同立委傅昆琦 特别前往了太鲁阁搜救指挥中心 向每一位搜救人员和国君表达高度的敬意和谢意 同时也提醒大家务必确保在搜救过程当中置身安全 现场徐正伟表示 0403强证事后发生资金已经超过72个小时 在后请协建物拆除作业以及搜救作业等仍持续当中 在试权的部分搜救工作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同步启动请协建筑物拆除作业以及建筑物鉴定等工作 再次感谢所有从所有第一个台东特殊之后 屏东高雄比较近的都先到了 因为我们往北的道路断掉了 进不来 所以第一时间的时候 林县长 谢谢谢市长打电话给我 基隆特首要来 我说来 结果绕了大半圈 搬完 搬完到 终于到了 所以投入了这么多的所有的特殊人员 我要谢谢大家一起共患难 一起救人为先 也让花林县在我们当时有非常多的极客市住宅 很多各分队都出去了 以及特首在我们的无论是我们的这个 统帅大厦或者是天王兴或者相当极东的极客市住宅 通在抢救的时候 能够为我们分担一些在山区的乡心 所以再一次代表花林所有的乡心 感谢所有的经营销特首人还有我们的这个军警 李伟伯已经表示 黄金72小时是救灾最辛苦重要的里程 也是最有可能成功讲述宝贵生命 来自各县市的特殊队以及国军弟兄们 第一时间投入救灾 然而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投入救灾的时候 更要保全自己的生命产产安全 再后重新工作是相当的漫长 重要与地方会携手合作 让花林相亲尽快恢复日常生活 记得请网友小伯导